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看啊 这是我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符 你看那时候小制造 多小多可爱 这一转也太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这颗小女孩 在我的记忆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我父母去世的那个晚上 我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面不停地哭 这个时候走回来一个小女孩 给了我一块吃了就不会疼的柚子汤 你还对我说 真好 我也是 我也是 怎么了 小知了 针都打完了还哭呢 我以后再也不要打针了 打针好疼 好了 好了 咱们小知了呢是最勇敢的 妈妈这儿有一颗柚子糖 你把糖吃了就不疼了 我要两颗 好 给你两颗 谢谢妈妈 走 咱们回家了啊 对 你也打针了 一定很疼吧 一定很疼吧 妈妈说 吃颗糖就不疼了 柚子味道来吃点味道 嗯 嗯 我之前一直不理你 没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寥寥 觉得她那么吞秘 现在我知道了 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 程叔 我要走了 寥寥还在等着我 那还等什么呢 快点去快点去 走 寥寥 了了 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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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去买了颗糖 你猜 这是什么药 我愿意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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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我同学在上海的一家视频网站做总监 他们邀请我过去主持 但是可能就是要从一些小的节目做起 没问题 易姐 就凭你的能力啊 小节目也能做出大爆款 行了 你少跟我抽屏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行李吧 然后我也想想怎么跟家里人说 好的姐 好 回头联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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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做出姓华样了 佑琪 你来了 我爸 我爸呢 他都说今天高兴 你跟朋友钓鱼去吧 晚点才回来 行吧 好 明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难道是工作有进展了 是有个新工作 但是要去上海 上 上海 上海挺好的呀 开心就好了 是挺好的 但是一想到要离开这儿了 离开老程他们俩 有一点不开心 要不然我去陪你吧 不需要 这 这有什么呢 爸 起码 可以有人陪你聊天 陪你喝酒 这样多好 你得留在这儿 你的梦想在这儿 你得学齐 我可以白天学齐 晚上在飞飞上海陪你 真是 这不就是两张机票的事吗 那你不就是 两张机票的事吗 每天 多少钱呀 小孩子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我说话是负责任的 这真的不算什么 你只是不过了解我而已 行吧 用你这句话 我心领了啊 我有事 饮料你帮我收一下 你刚刚昨天都走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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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天走 我陪你一起走 不告诉你 姐姐 不停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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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这是干嘛呀 我只是去上海工作 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年纪回来那么几天 谁说的 你要是想我了 我马上飞回来 你马上飞回来 年轻是话负责任哦 那怎么了 不就一张机票的事吗 让程老板开心最重要 行吧 你们俩都长大了 至少突然给我领了个大神回来 你呢 更厉害 从辞去工作 到找到工作 到去上海 你跟我说了吗 这两天准备走了你通知我 你倒是给我打开提前亮啊 之前 我没定下来 我还不是怕你跟我担心 治疗 嗯 你什么时候搬到盛景出下去啊 你一定要提前